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收音吗 OK 好 就是 两件事先讲一下 第一个就是最近那个 因为那个Covid-19好像变得稍微更严重一些 所以学校其实有讲说 希望这两个礼拜说 尽量那个是 就是说 要注意好像还要什么填一下你的那个 就是你上课的时候做的位置 还有那个 甚至希望说老师用线上上课的方式 那我是觉得说 我个人的习惯是用线上上课 我以前去年年初的那个学期 我也用线上上课 但是我的感觉 比较不是那么 就是跟学生没有互动 我觉得还是比较不习惯 所以我就 那个觉得说 其实 其实不一定要线上上课 那至于说大家 反正 来的同学也不多嘛 对不对 那就是 大家可以做 做开一些这样子 不要做到太挤这样子 如果大家OK的话 是不是可以 就像这边这一区做的比较挤 对不对 可以做开一些这样子 那 这样子就 就是 至少 怎么了 蛤 窗户关起来 要不要窗户关起来 哦窗户关起来 对 OK 就是 要不要有一些同学 坐过来这边之类的 这样子就把它变得 有点像梅花座 不是 避免你们作弊啦 是说这样子就 就是 跟学校比较有点交代这样子 对 那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就是那个 那个 呃 那 呃 呃 呃 我 呃 因为我那个 就是 上 前两个礼拜去 医院检查 好像我有那个 腹扁桃腺 什么 什么什么 抗镜 叉叉的 所以 好像 可能 医生说需要开刀这样子 那我的想法是 因为 呃 这跟我们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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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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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基本上是 RN的那个 预测啦 就是轨迹预测 所以我会想说 我 大概会希望说 至少在那个 呃 呃 做完 就 交完 RN这一段 大概我们还需要 这个去 这个 这个 两堂课 我会把RN交完 然后 你们的内容 才会足够到你们做 Lab 3 那我会希望说 我至少把 那个交完 我再 再去开刀 那开刀的话 会影响 一堂课 这个 先跟大家先 先讲一下 就是 因为 照联系医院的讲法 是那个 那副比较 平条线 喔 不对 副甲状线 那个 副甲状线 它说 是甲状线在 红两侧嘛 副甲状线 是在 这两侧的后面 说 左边有两颗 右边有两颗 所以他要看说 检查是哪边 就是 有比较大颗 所以他要去割掉 那 照他那个 联系医院的讲法是说 他们那边就是 每个 每个礼拜都只有 礼拜四开这玩意 那 所以 前一天要去住院 然后 礼拜三晚上 要去进去住院 礼拜四开刀 然后要 观察到礼拜五结束 我才能出来 所以刚好 我就会 skip到礼拜四的课 所以 所以我应该是在 五月底的时候 可能有一堂课 会取消 ok 那 我在 确认 日期的话 我会先 一个礼拜前 先跟大家通知一下 好不好 先跟大家也讲一下 这件事情 ok 好 那这个是 对 那这个也跟 The Lab 3 应该说 Project 3 有点关系 Project 3 已经放到 E Class 上面 如果你还没有看到 这个的话 请自己上去看一下 那那个 是跟 车子 就像我刚刚讲 是跟车子轨道预测有关 那 那个资料集 跟问题 都是直接从 Google的Waymo来的 ok 大家 做自驾车 这是做自驾车的其中一个题目 那 大家对自驾车的市场有没有了解 没了解 大家都知道特斯拉在做自驾车吧 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那其实 那个 除了大陆有一些 什么 各式各样的牌子都号称在做自驾车以外 在美国 比较有名的自驾车的 那个 在做自驾车的公司 当然 Apple号称要做 但是 一直都不知道他们 他们的东西在哪边 但是 Google其实已经做了很久 他们的那个 做自驾车这家子公司 就叫Waymo W-A-Y-M-O 那 这个问题 就是他的Waymo的Challenge 他其实他要把他的资料集 跟他的问题都Release出来 那 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问题 好不好 那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 那 那我们就 就是说 就是 开始 上今天的课 OK 那 我们上次讲到那个 物件侦测嘛 对不对 那我们有讲到一些 那个 譬如说 你要分类 你要先分类 譬如假设有五类 我们是有讲花嘛 花有五类 对不对 所以你要五个output 就是五类的那个 类别的那个 几率对不对 然后再来你要输出四个 四个那个值 对不对 就基本上是你的那个 那个 那个 bunding box 中间的那个 x跟y 还有你的bunding box 的 宽跟高 对不对 对 总共四个值 每一个bunding box 你需要四个值 所以你需要输出四个 regulation的值 OK 那 好 那 那 我们上堂课有讲到什么叫IOU 对不对 这个概念 对不对 好 那事实上呢 真实的 object detection的问题 比我们那时候上堂课讲的 其实复杂的多 因为 第一点 最重要一点 你的 物件侦测 在一个 这个image里面 从来都不是 单一的物件 OK 通常都是 你一个image里面 有可能有好几个物件 那 就拿花来讲好了 花通常也不会是一朵一朵出现 通常是一群 这个 一堆花一起出现 对不对 那 这个 所以说我们在做物件侦测的时候 其实 其实 通常不会只侦测一个物件 只是一个物件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 除了侦测 你必须要侦测 多个物件 另外一个就是说 那 你的物件 你侦测物件这件事情 那你可以想像得到 当你物件变多的时候 你也必须要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你必须要侦测很快速 为什么 因为 其实物件侦测很多时候 是需要 你要能够 我们讲说 即时侦测 就是说 你在拍影片的时候 你就要同时间 就可以侦测物件 这样才能够拿来做很多的应用 OK 所以呢 那我们 今天就要来讨论一下 这个物件要怎么侦测 OK 那我们先看一张图 OK 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来 去推广 我们上一堂课讲说 我们的物件 就是说 给定一个区域 你侦测一个物件 OK 那 你可以做的事就是这样 大家也是这样 就是说 你可以看我们把这张照片 这个可以换一个电池吗 有电池吗 这个 这个是已经完全 OK 可以看到这张影片 这个Image 不见了 没关系 说得很动 很动 那么 因為我們要偵測多個物件 那我們又希望說 沿用我們剛剛前面講的架構 就是說我們就在一個小範圍裡面 我們就有一個模型 有一個模型它可以在一個固定的 image 裡面 抓一個 object 好了 我們假設我們的 input size 是這樣子 就是用這個黑色的框框來表示 就是比較小的一個範圍 那我們的 image 是這樣大 或者我把它講更 specific一點 就是說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把這個大的 image 分成一堆 grid 對不對 分成小格子 那它的小格子是 它總共高是有6格 寬有8格 OK 那我們這邊 就是說我們送到那個 model 你就會判斷的是 每次送進去是這個 3x3這麼大小 好不好 OK 3x3這麼大小 送進去 好 那這個 33 送進去以後呢 那它可能會在裡面抓到一個 object OK 抓一個 object 跟它的 bounding box 就是我們前面的那個 model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做的事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一開始從最左上角 這邊 3x3 開始去抓 這邊你看到說這個 3x3這個區域裡面 有這一朵花 對不對 這一大朵花 那這個大朵花當然大部分 是在這個 3x3區裡面 可是有少部分其實在這個區域外面 對不對 OK 但是不管怎樣 它應該會偵測到這一朵花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再來的話你可能 所以說這個是你看 這個紅色的這個框框就是 它在這個 3x3的時候抓到的這個花 OK 然後呢 你接下來再怎麼做 再來是你把這個 3x3往右邊移一個 移一個小格 變成這樣子 變這樣子 這個時候呢 你還是有這一朵花的 至少超過四分之一以上 應該有大概接近一半的分量 那這一朵花也會有一部分 進到你的那個偵測區 進到你的區域裡面 對不對 OK 然後呢 你去偵測 因為你就是說 你可能就只有偵測 就是一朵花嘛 所以你看 你會發現說 在這個區域裡面 可能就是有這一個 這個紅色這一個框框 把這個花又偵測出來了 對不對 對不對 那與此類推 你再往右邊移一格 這時候你會發現說 這一個 這時候這邊的花只剩下這一小部分 對不對 那這時候呢 你這一朵花 基本上全部都在裡面 這個時候呢 你會發現說 這邊有這個花 你會把這個bounding box把它框出來 然後呢 你再繼續往右邊移 移到這邊 就是現在這個黑色這個框框的地方 你又偵測到這朵花了 這時候你就是 就是這個 這是你偵測到這朵花的框框 那與此類推 你就這樣一直走 那走到底 走到這邊走到底以後呢 你就往下面移一格 往下面移一格 移一個grid 然後繼續做這個事情 那與此類推 一直走 OK 那 你這樣做 OK 理論上 是可以把 這個裡面的 就是說如果你有不只一個object 理論上可以真正出來 那這邊當然會有一些問題 我們一個一個來講 好不好 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第一個問題是 好 舉個例子來講 第一個 你如果說 第一個問題很明顯 就是說你看我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同一朵花 在你這樣子這個大的格子 在移移移的時候 它會被偵測不止一次 對不對 對不對 它會被偵測不止一次 這是第一個問題 對不對 對不對 那第二個問題呢 第二個問題是說 你當然是 我們的假設在這一個區域裡面 你這時候只會有一個object 只有一個bonding box 但是事實上 你當然在 就算是你的區域比較小 你也不保證在這個區域裡面 只有一個object嘛 對不對 你可有兩三個啊 對不對 對不對 這看你那個照片是什麼樣子 OK 好 那第三個問題是什麼 第三個問題是 好 我們現在如果用這種方法來做 好 你這樣從這邊移過去 你這是三乘三嘛 這邊是六乘八嘛 我們剛剛講的 好 你這邊移過去 你光這邊要走幾次 一次 一次 兩次 一次三次 一次四次 五次 總共幾次 看一下 看一下 一嘛 二三四五六 就右邊要 這個 橫掉要移六次 上下要移幾次 到這邊嘛 一二四 OK 從這邊 從這邊 一二三四 所以呢 為了要把這整個照片 這個就 這樣子 這樣子這個 這個 這個 window 就是這個 我們講這個 這個 sliding window 把這個 window整個走過 全部這樣子走過一遍 你總要走六乘四 二十四次 所以你剛剛那個 CNN的模型 你必須要做 inference inference六十四次 對不對 對不對 每一次都要送到那個CNN模型 讓它做一個 這個bounding box 跟object type 的detection 對不對 所以你至少要做 就是像這樣的情形 你要做六四次 對 好 所以這三個問題 有這三個問題 好 我們先解決那個 比較簡單的問題 就是說 在這個 area 你有可能有不止 一個object 好 這個問題 稍微比較簡單一點 OK 就是說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train一個模型 它output 一個object 的type 跟它的一個bounding box 我們當然可以train一個model 它可以output 在這個區裡面 舉個例子來講 舉個例子來講 有五個object 跟五個bounding box 沒什麼了不起 你就是output多一些 output多一些 OK output多一些 如果五個object 假設每一個object 它有五個type好了 那你五乘五就是25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你每一個 每一個都需要一個bounding box 那就是五乘四就是20 對不對 那就是25加20 你說 哇 output有45個耶 那也沒什麼了不起啊 那還是一個模型嘛 對不對 所以這不是什麼 太難做到的事情 OK 好 這個可以把 就是那時候剛剛講說 這個區域 如果有不止一個object 怎麼辦 那當然 理論上 就是說 不會一個區域 不會有太多的object 就是你可以用一個比較大一點 譬如說五個 這樣子來做 通常就是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好 那剩下兩個問題就比較麻煩 就我剛剛講 第一個就是說 同一個東西被偵測不止一次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我剛剛講說 你這張照片你要這樣scan 這樣過去 要弄24次 這很累喔 對不對 就是說 這24次 如果說你不是realtime的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如果說當你想要把這個object detection 變成一個可以realtime的 甚至可以在那個 就是 你在辨識的時候 你可以用 你可以video進來 就直接再做video 你知道video是 1秒鐘幾張 比較低階的video 大概1秒鐘 10幾張到 2、30張嘛 比較低階的 比較高階的video 1秒鐘進來大概60張 對不對 你怎麼可能期待說 1秒鐘60張的 你每一次進來的1張frame 你做這樣子 做N4的inference 那就變成60乘上24次 你1秒鐘要做這麼多次的 就是說這個model的這個inference 這是不可能做到的 不可能做到的 就算是你有比較好的硬體喔 也是很難做到的 對 好 所以呢 所以這兩個問題要怎麼解決 OK我們先講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喔 我們可以做一件事就是說 我們讓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每一個 每一個這個這個這個 detect object 就是我們 我們不是指 output 它的type 它的這個這個 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 object的那個 那個那個 是 the classification 還有它的那個 bounding box 我們同時 output一個東西叫做 objectiveness objectness 就是看它 是不是真的出現在這個 區域裡面的機率 聽起來好像有點怪喔 聽起來好像有點怪 你如果不是出現在這個裡面 你為什麼會 output它的這個 bounding box 對不對 對不對 但是呢 我舉個例子來講 就是說 你看 你看 就是舉個例子來講 你看這一張照片好了 你可以很明顯看到說 雖然它能偵測到這一朵花 但你 因為這 它並不是整朵花嘛 對不對 它不是整朵花 所以它 其實 它的那個 它的信心啊 它的confidence不會有那麼高 就是它的objectiveness 可能比較低 簡單講objectiveness 就是說它真知道這個object 這個object完整被 在這個裡面的機率 多是多少 這也是一個可以被 訓練出來 在model的output裡面的 其中一個output的值 是一個機率 是一個regration的機率 基本上是個binary classification 與其說regration應該說是binary classification 它是一個機率 OK 那 那 當然你移到這個3x3以後呢 這個也是不是很大 那 到時候 可能這個出來的時候 到時候 這個bunding marks 可能會稍微好一些 之類的 OK 於此類推 反正 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那 那 當我們include了這個訊息以後 我們include這個訊息以後呢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來做一些比較 舉個例子來講說 你可以看到說這個 這個object在你框在這邊的時候 這個粗框 這個順便跟大家講 這個框喔 這個紅色的框喔 這紅色的框當然代表它是它的bunding box 但是它 你又注意到 有一些紅色的框比較粗 有些紅色的框比較細嗎 OK 這個框的粗細 代表那個objectiveness的那個 那個信心指數 就是它機率越高 它的框越高 越粗 OK 那也就是說 我們先做一件事情就是說 OK 我們先去看 這個objectiveness 這個東西的score 譬如說我們定要 我們一定要在70%以上 低於70%我們就直接把它砍掉了 這個低於70%不合理 就直接把它砍掉 像這個 像這個 像這兩個可能都低於70% 這個可能低於70% 這個可能就直接砍掉之類的 OK 因為這個最細嘛 那這兩個可能比較稍微粗一點 這兩個其實粗度差不多啦 可是下面這個3乘3進來的時候 這邊的粗度可能就比這個還粗一些 對 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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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第一件我們可以做的 那第二件我們可以做的是什麼 OK 第二件我們可以做的是說 好 就像我剛剛講說 欸 那可能這個 你看這左邊 左上邊這朵花 這兩個 你說都寬度都 它的這個兩個bounding box寬度都 不算太細對不對 可能它們都是 我隨便講 可能是一個50% 50%之類的 OK 但是很顯然 它們還是偵測同一朵花 然後它們的 這個這個這個 怎麼講 就是說我們還是不希望它有 不只一個bounding box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 很簡單 我們取 這兩個bounding box 我們假設我們下面沒有再偵測更多的bounding box 好不好 理論上它應該會再有 但是先不管 我們假設就只有這兩個 OK 那假設這兩個都沒有因為剛剛講說 低於那個 都沒有因為低於一個threshold把它砍掉 那我們要怎麼把這兩個框 只留一個框 那第一點 我們先取那個bounding box 那個objective 那個score最高的那個 OK 然後呢我們去看說 它的 它的跟它重疊區域的 記不記得我們已經有一個方法可以算重疊區域的 IOU嘛 IOU對不對 就是譬如說 如果說它的overlap 用IOU去算出來如果是大於60%的話 然後它的值 它的objective比它還低的話 OK我就把它刪掉 那你可以看到說 那你可以看到說 就這兩個bounding box 這一個 跟這一個 它們的重疊的 那個IOU一定超過60%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它是 連擊 分支交集嘛 對不對 反正就是它超過60% 然後呢 它的那個 它就是只會留一個 只會留那個 它的那個objective比較高的那個 比較低的那個 就自動會被砍掉 OK 那我們反覆做這兩件事情 OK 哪兩件事情 第一個 就是一個bounding box 它的那個objective score 第一個threshold 我們就直接砍掉了 第二個就是說 那剩下來的 如果說 譬如說 兩個bounding box之間的 IOU的那個 它的那個 它的那個重疊超過60%的話 那這兩個 那個 其中有一個比較高 有一個比較低 那就把低的拿掉 OK 我們叫這個東西叫做 non-max suppression non-max suppression 我們一直重複這樣做了以後呢 那你就會發覺說 剩下來的 剩下來的 就 比較不會是 你就不會有一個object 它會被detect不止一次 OK 它比較不會被detect不止一次 OK 好 好 那至於說這個細節 譬如說 objectiveness 譬如說要怎麼implement 就是用這個binary cross entropy 因為它基本上是一個 是一個binary classification OK output就是 output一個 一個propriety 就我剛剛講的 它其實是一個propriety 所以這個object到底有沒有在這個 這個區域裡面 的一個機率 所以它是 它是這樣子 OK 那 這是細節 這其實 那個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 所以我們到目前一直講了 有三個問題 那我們解決掉 兩個問題了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最後一個問題 就比較複雜了 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現在 這個東西就像我剛剛講說 我們要做24次 24的inference 怎麼樣說我們可以 一下子就把它都做完 OK 可以做到很神奇 很神奇 OK 用什麼概念 有個概念叫Fully Convolutional Networks Fully Convolutional Networks 這個概念 其實是 一開始是一個 2015年的一個 做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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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semantic segmentation 的一篇 paper 提出來的 OK 但是後來人家發覺說 把這個東西概念 用在 object detection上面 你可以得到的效果更好 Fully Convolutional Networks OK 好 我先問同學 我們前面 講過這些FCN 這個 這個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它大概是 前面都是 大概都是這樣子 就是說 你有一些convolutional layer 那有可能 再加上一些 所謂的 那個 那個 Pulling layer 對不對 然後最後 OK 那前面都會做一些 subsampling 對不對 那一開始進來的 影像 做一些subsampling 會縮縮縮縮縮縮 然後到最後 說到一個程度了以後 它的那個 當然一邊說 它的那個 feature map會變多 對不對 到最後你會商號 把這個東西 變成一個 所謂的 那個 Dance layer 對不對 你可能用 這個 Global Average Pulling 或者直接就是 把它連成 這個 Dance layer 然後 就是把這個東西 下面這些 所謂的Fissure map 統統轉成 這一堆 這個Dance layer 所以 所以 或者我這樣講 OK 就是說這邊拿一個例子 拿一個例子 就是說 假設我們有個Dance layer 它已經在 它就是 下面就是 一般我們的CNN 到最上面了 接下來上面 這就是Dance layer 假設我們在那個 這個Dance layer 200個Neurons Dance layer 200個Neurons 那 sit on top of convolutional layer 它是在 convolutional layer的上面 那這個 convolutional layer呢 它會 輸出 100個Fissure map 每一個Fissure map 7乘7 好 那我們知道說 這個200個Neurons 他們就會 每一個就會 連結到 這個 100個Fissure map 然後7乘7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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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它會 它會把這些 弄進來 OK 然後呢 那個 當然它這些 都會有一個weight 就是每一個connection 都會有一個weight 對不對 然後把它加總了以後 然後weighted sum 加總以後 再經過一個 activation function 對不對 之類的 對不對 這個大家應該 現在應該都有一點概念 對不對 好 所以你有200個Neurons 它都會做這個事情 OK 那好 那我接下來問一下同學 問一下同學 就當然你train完以後 train完以後 你這些weight都會在 對不對 weight都會在 這個weight當然是 在你train完以後 才會決定的 好 但是同學想想一下喔 如果我們把 這個 這一層dance layer 我們把這一層dance layer 換了一下 我們把它換成 把這個dance layer 換成convolution layer 然後呢 這個convolution layer呢 它用200個filter 那每一個filter size 它的kernel size 是7乘7 kernel size 7乘7 然後是valid padding 其實valid不valid 沒關係啦 因為講難聽點 前面的那個 它output 100個feature 每個size是7乘7 對不對 所以這個7乘7 跟它的7乘7 剛好對起來 所以它就剛好就一個 對不對 就會輸出一個數字 好 重點是這個7乘7 跟上面那層7乘7 其實剛好對成一個數字 好 然後呢 但是你可以 它是200個filter 這200個filter 它每一個7乘7 它會去 對前面的 每一個7乘7的 那個fissure map 而且它會對前面的 200個 100個fissure map 都會去把它加總起來 都會去把它加總起來 那加總起來 最後會變什麼 也會變一個數字 所以說你做這個 同學如果你仔細想想 前面你用個 所謂的dance layer 跟後面用這個conversion layer 做出來的結果 其實是會一模一樣 只不過它輸出的結果 如果說它的size 它的那個shape 就是它的dance layer的shape 它出來的結果是 這個batch size 200 那如果說你就把它換成conversion layer 的話 它的tensor的shape 會變成batch size 1 1 200 因為每一個fissure map 我剛剛講說 它200個filter 每一個的kernel都是7x7 那這個7x7 你對到前面的 因為前面的kernel是7x7 前面的fissure map 已經是7x7了 所以你用這個kernel去弄的話 這個200fissure 每一個都是一個值 都是一個值 所以說呢 這邊就是11 它的寬跟它的高 是11 所以這其實就是一個數字 這其實是一個數字 那你想想看 這個跟這個其實基本上是一樣的 基本上是一樣的 基本上是一樣的 就是說你在做的操作 可以是一模一樣的 你只是說你換一種方法來講它而已 你只是換一種方法來講它 OK 那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一件是什麼事情 我們先把那個dance layer 那個東西先訓練好 所以那個weight都有了 然後呢 我們把那個weight 經過一個 重新re-assign 把那個layer換成convolution layer 然後把那個weight assign給 就是它的filter 讓它 assign給它這200個filter 每一個有7x7的這個weight 這個7x7的filter裡面 每一個都 有總共49個weight 對不對 還有一個 其實還有一個bias的weight 對不對 就是這個總共每一個filter 有50個weight 你要從那個原來的那個 那個你訓練好的 那個dance layer那邊 拷貝過來 就要放在合適的地方 那這樣子他們兩件事情 不管你是convolution 你最後一層是這個dance layer 或最後一層是convolution layer 他們做的事情會變一模一樣 做的事情會變一模一樣 就是你可以達到這樣的目的 對不對 那講到這邊 同學可能還是覺得很奇怪說 那既然做的事情一模一樣 那為什麼我們要把dance layer 換成convolution layer呢 有什麼好處 好處在快要講到了 OK 重點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convolution layer 它的input size 不一定要是固定的 我舉個例子來講 假設它input size是height跟width 它的那個resolution是height跟width 那你convolution layer 假設你一個 隨便講 它stride的假設是2好了 那可能上面就是height除以2 width除以2 對不對 對不對 它就是寬跟高都除以2 對不對 或者說stride是1的話 就是height跟width 就維持原狀 對不對 對不對 它是可以根據 就是我意思說 它的前面的input跟它的output 是應該說 它的input的size 是可以變動的 當然它前面的size變動 後面的output也會變動 後面的output的size也會變動 對不對 但是呢 但是呢 你如果是dance layer dance layer全部都把你死的 你的size是不可以亂變動的 你不能說前面是寬跟高 假設width跟height 你現在同樣是dance layer 你現在變成 把它寬跟高 譬如都double 結果你希望這個dance layer可以walk 不可能 不可能 但是convolution layer可以 所以convolution layer 這差別是在這裡 就在這裡 就是說dance layer expects specific input size convolution layer will happily process image of any size 至於channel channel一定是不會變的 好 那不管 好 那我們現在 到這邊 講到這邊 那有什麼好處呢 好 你說 那convolution layer可以 可以是不一樣大小 那dance layer是一樣大小 dance layer input一定要一樣大小 那到底差別在什麼地方 好 我們看一個例子 就是說 假設我們有一個CNN for flower classification and localization 所以它 就像我剛剛講 它 假設它的input 就是從一開始的input 是224乘224 image ok 然後呢 它的output 它的output是十個number 就是說 0到4 前面五個output 是它的classification的結果 對 因為有五種flower 對不對 五種flower 再來 第五個是它的objectiveness 就是這個 output phi 這個是sent through logistic activation function 出來是這個objectiveness score ok 再來 那第六到第九 總共四個 是它的bounding box 中心點的位置 跟它的長跟寬的大小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它總共有十個output 對不對 十個output ok 好 然後呢 ok 我們如果把這個東西 convert到這個 把這個dance layer convert到這個convolution layer 你會發生什麼事情 ok 注意喔 我們這個conversion 不需要重新訓練 不需要重新訓練 因為我們就是把那個 它的那個weight 拷貝到適當的地方 讓它所做的操作 就是說 在dance layer的時候 跟剛才convolution layer的時候 是一樣的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把input 原來是224乘224 我們把它變成 這個 448乘48 ok 原來224乘24 假設它到了那個dance layer 那邊的時候 在dance layer之前的那一層 dance layer之前那一層 假設你的那個 出來的那個結果是 feature map 它的feature map是7乘7 假設是7乘7 那我們現在給它這個 這個這個 就把它換成 把那dance layer換成 這個convolution layer 然後呢 我們的input 現在變成 448乘48 也就是說把 原來的 input size 長變一倍 寬變一倍 對不對 ok 那記得前面的 我們前面的每一層都是 要不然就是convolution layer 要不然就是pulling layer 對不對 所以它到那個bottleneck的layer的時候 理論上 原來是7乘7嘛 那 從224乘24 變成7乘7 那現在你input 48乘48 它到了那一層 到了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這個 這個我們講所謂的bottleneck layer 那邊的時候 它變14乘14 對不對 它變14乘14 對不對 因為它這個原來是 48是224的兩倍嘛 對不對 所以說 它在那邊 這個subsampling 到最後 它應該是會留下14乘14 對不對 好 那這個14乘14呢 ok 然後呢 記不記得我們剛剛 在做的時候 我們是在 這個這個 我們是 等於說我們把這個 這個接下來我們在做這個事情呢 其實呢 我們 夠不夠長 好像不夠 好像不夠長 好沒關係 我先放這邊 好像有同學抱怨說 好像這個 這個 video收訊不好 那 其實我們都已經用了 state of the art收訊 裝置了 這個東西 不要小看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但是 照我們的實驗的結果 應該是收訊 收訊比較好 但是 好像還是有人抱怨說 好像 這個 錄出來影像 有一些地方 沒有什麼音訊 那我就 不太清楚 好 Anyway 我現在把它畫一下 它從 從 7乘7變成 14乘14 現在是4乘14對不對 每個Fissure Map 14乘14對不對 對不對 那現在呢 我們不是原來的 原來 我們 我們把這個 7乘7的 因為我們是 是confusion layer嘛 所以我們把這個 變成7乘7的 apply進來 apply進來 事實上呢 我應該從上面畫 從上面這邊畫 我們會 所以我們等於說 現在這一塊 我們做 就是剛剛的dance layer 所做的事情 剛剛dance layer 做什麼事情 大家也記不記得 從這邊output 十個number對不對 哪十個number 前五個數字 告訴你說 每一個class的幾率 然後第六個數字 是它的objectness 對不對 然後第七 八 九十 四個數字 告訴你它的boundingbox 在哪邊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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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怎麼都不講話 我們前面不是這樣訓練 那個深度網路的嗎 我們前面是這樣訓練 深度網路的嗎 我剛剛還特別講嘛 它會output 十個number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這個 這一塊會output 這一塊裡面的 那十個數字 那十個數字代表就是 其實就是找這一塊裡面 有沒有 有沒有一個東西 有沒有一個object OK 那這個object的boundingbox啊 那個它的type啊 什麼東西 它在這邊找 然後呢 下一個是什麼 因為它是CNN 因為它是convolution layer 所以它會 它會自動做sliding window 對不對 記不記得 那個convolution layer 它基本上在做什麼事情 它是 它的feature map 基本上 我們不是這樣 就本來這樣 一層一層移過去嗎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移一格啊 然後再做一次這個東西 對不對 那接下來我們 等於說我們把這一個 再去看一下 這裡面有沒有一個object 然後再output那十個數字 然後再來又往這邊移一格 然後再做一次 OK 那自動這樣做 那這樣子做 總共做幾次 總共做 我們會做八次 因為你從這邊 這是7嘛 這是第7嘛 從7到這邊到14嘛 對不對 7 8 9 10 11 12 13 14 所以14-7 加上頭為兩個嘛 加1 所以說是8對不對 那同樣道理喔 你會下降一個格子 然後再做這樣的事情 再下降一個格子 再做這些 那這下降總共下降幾次 這邊你會下降八次 OK 那這個東西 不就剛剛好 是我們這邊要做的事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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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contribution layer 它的feature map 本來就是這樣 slide過去的啊 所以這個概念喔 因為我們是把所謂的dance layer 我們是把dance layer轉成convolution layer 經過這個轉換了以後 基本上你的整個網路幾乎都是convolution layer 所以我們叫這樣的網路叫做 Fully Convolutional Network 叫FCN OK 叫FCN 那這樣子做的結果是什麼 它就變成說 你經過這麼一層的convolution layer 你就一次做完了這個八八六十四次的inference喔 八八 因為這是八乘八嘛 原來你需要經過六十四次的inference 現在你經過這一個 這樣一層下去 你一次做了六十四次的inference 你事實上只經過了這一層convolution layer 你就做了六十四次的inference 所以它的速度 一下子提升得非常非常快 OK 提升得非常非常快 OK 所以呢 那這個想法喔 後來就很多的這個 雖然它是被那個所謂的 semantic segmentation 所提出來的概念 但事實上後來很 就是說 那個所謂的object detection 的那個model 用差用得很兇喔 其實尤其是那種 所謂的single shot object detection 的model 大家應該多或多少都有聽過 所謂的叫yolo對不對 對不對 對不對 就算是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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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過深度學習 可能也用過yolo 因為yolo還蠻好用的 而且還蠻快的對不對 yolo是一個縮寫喔 它叫 它叫 you only look once 它之所以可以這麼快喔 它強調是快 它之所以可以這麼快 就是因為它用了fcn 它就是fcn 它其實是最早使用fcn的模型之一喔 ok 好 所以 所以這個就是 你可以看到這邊 它從這邊 原來是 原來是這個 原來的con 它把這個已經轉 就原來是dance layer 原來這邊是dance layer ok 那原來dance layer的時候 這邊其實 欸對不起 原來在dance layer的時候 這邊其實是 這個東西其實是一個 就是200個neuron的 200個neuron的 其實在這邊不用200 應該是10個neuron的dance layer 但是現在我們經過這樣的轉換以後 它就變成 它把它轉換成一個 10個fissure map 那7層7 因為這7層7 下面這邊也是7層7 所以它會把每一個 變成一個 一個單一的數字 那原來在dance layer 這邊變成 橫的喔 變成10個neuron 那現在 拷貝到這邊以後 它是convolution layer 然後這邊會變 這樣長長一串 就是10個數字這樣子 ok 但是這個 就像我剛剛講的 它的好處是說 你的image原來是 224x24這樣子 你把它餵成一個 餵成一個 比較肥的image 就是兩倍大的 48x48的 那到這邊變14x14嘛 那一用這個東西做進去的時候 它就變成這麼多的 這個fissure map 8x8的fissure map 那每一個事實上 就是我剛剛講 就是說它已經在做 原來的這個 這個object的detection 它幫你這樣 slide 這樣整個做過了 ok 那 也就是說呢 或者我這樣講 ok 這裡面的 你把某一格 從上面到下面是10個 就是垂直的這10個 拿出來 就是那個output 10個數字 了解我意思嗎 了解我意思嗎 我剛剛不是講嗎 你其實是做了64次的那個 sliding window嗎 那 那你有六 那你每一次應該有10個數字嘛 所以你這邊要搞清楚 這10個數字是在哪邊對不對 所以你看 每一個有64個數字對不對 那總共10個 10片嘛 對不對 所以你某一個 某一個 那個坐標 下來這10 就是說這個 這整條 就是那個10個數字 了解這個意思嗎 ok 所以是這樣子看 好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 Fully convolutional network的意義 ok 那 那 YOLO就是用了這個idea 他們用在第一篇的這個2015年的paper 然後呢 他後來用 那個同樣2016年 他們也有第二篇paper 2018年有第三篇 YOLO V3 那 就是說這個 大家可以試試看 我這個其實 那個 有特別把這個 這個 這個Redmond是 這個YOLO的主要作者 就是這個Joseph Redmond 他是一個 這個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裡面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他是一個researcher還是教授 不是百分之百確定 那 他的那個demo 他這個其實是一個link 我上後那個 那個 那個 PowerPoint slide沒有辦法直接按一個這個link 就直接 跑到那個 那個 但是你們如果說有那個 PDF檔 你可以 他那個link是work的 你們可以繼續去看一下 那你會發覺說 就是說 他其實是用那個 video去秀他的這個detection 就是說這個object detection 那你會發覺說 他們 喔 速度非常快 OK 當然這是V3的啦 這個demo是V3的 那這個 這個人其實滿好玩 Redmond他 他這個demo裡面很多 是照他的狗 他跟他的狗在玩 OK 那其實你從這裡面 你可以看到說 他的這個 就是說 object detection OK 有兩個很重要的東西 一個是 正確率嘛 就是說他偵測的這個 這個object的 他的class的正確率 對不對 那另外一個就是他的 他那個bunding box 弄得好不好之類的 那就是這都算正確率的一部分 那 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就是 他的速度 那euro強調的是速度 euro的強項就是他 他可以速度很快 那euro V3的時候呢 他已經可以到 每秒鐘可以 就是說 處理到 十幾個 frame 也就是說 你如果說是 拍 用一般的 普通的 那種 那種等級的攝影機 去拍攝出來的 他可以直接 直接realtime處理 OK 那但是 那當然 就是說你如果是用 那個就是 所謂的professional的 那個grade 的video 那個camera的話 去拍的話 他有時候會給你用 每秒鐘60個frame 那euro V3還是沒有辦法做 那euro V4可以 euro V4 順便講 euro V4是台灣做的 OK 主要的euro V4的開發值是台灣 是 中研院那邊廖宏元教授的team 那其實大家有機會可以去看一下 OK 那 那euro V4 它的正確率 其實跟euro V3差不多 就像我剛剛前面講的 就是 euro這個family 本來就不是強調正確性 OK 它不是說正確性很爛啦 它正確率可能有80多巴巴 接近90巴 但是呢 它強調是它速度 它每一版 都比前一版的速度提升了 可能大概都一倍以上之類的 OK 到euro V4的時候 我記得它正確 它已經可以跑到30多幀 30多幀 OK 還沒有到60啦 但是已經可以很接近處理那種 很快的video都可以做了 OK 那這個是它的主要的contribution 這個 那它用的 之所以可以這麼快 它就是用了這個FCN 當然它還有用到一些別的東西 那這邊我們稍微細講一下 OK 那舉個例子來講 OK 那 它每一個 這個 這個 Grid Cell 它 output五個bunding boxes OK 就是它在每一個 每一塊偵測五個object OK 就是我剛剛講 為什麼 因為有一些影像它裡面就是 就算一小格裡面就很多object 對不對 所以它每一小塊它就去抓五個 OK 那抓五個呢 OK OK 那當然 你每一個bunding box 它再也有帶一個objective score 那每一個object 每一個object 每一個object有20類 20類 所以呢 簡單講 你每一個bunding box 有帶著20個output 因為它有20個class 對不對 再加上一個output 是它的objectiveness 對不對 就是21 然後再加上什麼 再加上四個 它的那個 跟bunding box有關的那個數字 所以說它全部總共有多少個 所以說它全部總共有多少個 20加1加4對不對 25對不對 25 那總共有五個這樣子 OK 因為這是對一個 一個object吧 它每一個它增測五個 所以25乘上5 OK 所以總共是這麼多 OK 好 那 再來 再來 OK 另外就是說 另外就是說 所以它那個 光是那一小格 它那個output數量還算蠻多的 再來就是說 它不是predicts absolute coordinate OK 它其實是 它是 它是UOV3 它是output predicts offset Offset Offset就是說 它其實把它output normalize OK 就是說 它的00代表的意思是 它那個grid的左上角 11代表那個grid的右下角 OK 所以它的output值是在0跟1之間 0跟1之間 那 因為它是在0跟1的range裡面 所以呢 它是用logistic activation function來做的 OK 它是用logistic 就是這個地方 包括那個 它的那個 那個 bounding box的中心 跟bounding box的寬 跟bounding box的高 都會在0跟1之間 OK 所以這四個值的output 它不是 它有activation function 它是用這個logistic 因為logistic activation function output出來是0到1之間的值 OK 再來 再來就是說 它在訓練這個neal network之前 它先去把那個 這個所謂training set裡面的 training set裡面的 那個bounding box OK 先把所有的都抓出來 抓出來以後呢 然後它去那個 找到五種最有代表性的dimension OK 怎麼樣找的 它用的是那個k-mean k-mean的演算法 如果同學不知道 什麼叫k-mean的演算法 它其實就是一個 unsupervised的分類 unsupervised的classification 或者說clustering OK 它會把比較接近的分在一類 OK 所以它分 它找到五種比較代表性的bounding box 的那種 那種dimension 它叫這五種叫做anchor boxes 那它就是 就是用這五種去訓練它 什麼叫用五種去訓練它 就是說它事實上不是去 它不是去 這怎麼講 不是去直接去看說bounding box 是哪 是它的那個大 那個size是多少 而是它去看說bounding box 跟這個五個代表性的 這個bounding box之間的那個 ratio是多少 我舉個例子來講 假設某一個bounding box 假設某一個anchor box 代表的是人 人好了 人通常是怎樣 人的這個大概是比較高嘛 比較窄嘛 對不對 假設它這個anchor box 就是說人的anchor box 它的是高度是100 寬度是50好了 OK 假設這個是它的那個 這個五類的這個 那個代表性的這個bounding box 的其中一個 就是150 OK 那它就去看說 這個 就是說這個 這個 偵測出來的 跟這個差距有多少 它的ratio是多少 舉個例子來講 它可能去偵測說 它這個 它會說 它可能它的高度 是這個 這個anchor box的1.5倍 可是呢 寬可是它 可能是它這個 原來是這個anchor box的0.9倍 OK 所以它是給你這個 這個1.5 0.9 OK 那這個1.5 0.9呢 事實上換算出來就是 它增測出來 那個anchor box 對不起 那個bounding box 它的高是150 然後它的寬是45 或者你可以講說 它增測出來一個人 它比較瘦 比較高比較瘦 類似像這樣子 那 還有就是說 還有就是說 就是說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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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ch grid cell and anchor box OK the level predicts the log of the vertical and the horizontal rescaling factor 就是說它不是 剩這1.5跟0.9 它是log的1.5 跟log的0.9 那你說為什麼要用log 因為用log了以後呢 它比較小 它好像比較容易收斂 OK 那有這些prior 就讓這個網路比較容易 就是predict bounding box of appropriate這個dimension 就是他們做了很多實驗 去發現這個東西 等於說它這個是一個 就是說 它就不再是 完全不知道 它可能有點像是說 它已經知道了一些 比較接近的值 它用這個比較接近的值去 去看的話 會比較 比較好去預測 OK 那它也同時speed up這個training OK 因為它可以學得比較快 學得比較快 OK 那 它這個網路呢 it's trained 又是image 他們用這個 不一樣的image的scale 來去訓練這個網路 那它怎麼樣去 就每隔一些batch 他們就是用不一樣的image dimension 來訓練它 像那個從330到330 變到608到608 那就是說它 它用這些不一樣的size的image 去訓練這個model 讓這個model 就是說讓這個network 可以學得去detect object at different scales 就是它 就算是input不一樣 它也可以detect object OK 那 Make it possible to use your v3 at different scale the small scale OK 會比較不準確 比較小的會比較不準確 但是呢 faster than the larger scale OK 它會更快 OK 那你可以 choose the right trade-off OK for your use case OK 就是說 你看你要用哪一種的scale OK 反正這個是各種euro v3的這個architecture的一些 額外的 他們放進去的一些小巧思 其實呢 重點就是 你會發覺說 其實每一個喔 每一個這個概念喔 都是 都是 他們都是為了要improve這個model 的performance 他們 等於說 這我要怎麼講 就是說 YOLO從第一代出來到v2到v3 甚至到現在v4 他們都認為說是一個 這四篇paper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 就是說 你們可以去看說 怎麼樣子我們可以一點一點 用這個各式各樣不同的方法去improve model的performance 從這裡面去學 OK 這裡面去學 OK 那 這邊就講嘛 就是說 這個 It's encouraged OK to go ahead and read all three papers 這邊的three papers 是指說 YOLO第一代到第三代 但事實上現在不是三代而已 包括我說台灣的第四代 其實四篇paper都覺得都還值得很值得唸 因為它provide excellent example how deep learning system 就是這樣的深度學習的系統 可以被慢慢 就一點一點的improve OK 所以這個是你們可以看的 那這邊還有 就它除了這個三個 三個 這個version 還有一個YOLO 9000 聽起來很像那個Terminator 突然跑出來一個什麼 什麼Terminator 2000什麼東西的 反正就是說 這個媽 這個YOLO 9000是幹嘛 YOLO 9000它用的是 就是說 它在這裡面 它是去improve classification的 OK 它相對其 別的YOLO的model來講 別的YOLO model主要都 我就剛剛跟大家講 通常它 都不會放太多心思在 分類的準確性 但是這個YOLO 9000它是 它是想辦法去improve classification 它怎麼樣做呢 它用這個Waltree 什麼叫Waltree 什麼叫Waltree 基本上就是 這知識 你可以說是 名詞都有一個階層 就像說我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有人嘛 人在有黃種人 有黑種人 有白人 有紅人 然後再來就說 黃種人 基本上亞洲人 可能有各個國家之類 反正就類似像這樣 或者說狗 狗有各種狗 國美狗 各式各樣的狗 對不對 我的意思是說 用這種Waltree的概念下去 就是說 當它做classification的時候 它會根據它 偵測出來的 有多confidence 譬如說它很有信心 它就可以去偵測到很細的 比較下面的階層的東西 如果比較不正確 譬如說 它甚至是一隻狗 它沒辦法確認是哪一種狗 它就會給你一個狗 狗絕對 對不對 不然它可能就 不能保證說 它這個 這個 一定是科基 它這個 腿短的狗一堆 對不對 那個 臘腸狗 腿很短 科基 腿很短 那到底 短腿狗是哪一隻 有時候不好偵測 所以 它給你狗 一定對 類似像這樣子 那這個是YOLO 9000 OK 那 這個 那當然 YOLO有很多的 Implementation 那 這個 TensorFlow 2的 Implementation 在 這個 這個課本出來的時候 最有名的是這個 張志豪的 這個 TensorFlow 2的 Implementation 還是一句老話 這是一個 Link 你可以去看一下 這個 Github 那事實上現在 應該有更多的人去 Implementation 它 那應該有很多 不一樣的 不只是這個 TensorFlow 2的 Implementation 才對 OK 那 那事實上呢 就是說 像很多的 Object Detection 的那個 Model 像什麼 SSD啊 Fast RCN啊 這些都 都很有名 那 所謂SSD 它就是 Single Shot Detection 它是說起來 Single Shot Detection 所以Single Shot Detection 這個 Model OK 就跟YOLO很像 很像 就是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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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 它強調的是快速 OK 那 Fast RCN 那 相對其 這種Single Shot Detection 來講 它就是不太 它是 所謂Two Stage OK 那 Two Stage Detection 它強調的是 準確性 它速度就不會那麼快 也不是代表說 它的速度就真的 慢到什麼 離譜的地步 但是它就沒有辦法 Real Time OK 那一秒鐘可能只有五六張 OK 這已經是極限了 OK 那 其實 Fast RCN 也是一個很有名的Family 它從 那個 RCN 到Fast RCN 到Faster RCN 這也是三代 也是三代同堂的一個Model 但是 就比YOLO差一代而已 所以也算做還蠻有名的 同學有興趣也可以看一下 那這個所謂的 兩 就是所謂Two Stage 這種 Approach 基本上它的Two Stage 是什麼 它的第一個Stage 就是所謂叫 Region Proposal Network 它是幹嘛 去抓那個 所謂的Bunding Box在哪邊 抓到Bunding Box以後 把那塊把它Crop出來 把它剪出來 剪出來以後 再扔到另外一個模型去看說 這個 它的分類是什麼 所以它是這樣子的概念 它是這樣的概念 OK 所以 就像我剛剛講 因為它是先切下來 再去分類 那切下來因為它比較乾淨 它的那個 它的那個 它的信號比較乾淨 所以它通常分類 會分類比較好 但是你可以想像 這樣子 分兩步再做這個事情 當然它的速度就會 比較慢一些 OK 比較慢一些 OK 那其實這種 Object Detection System 有很多 很多 那事實上在最近這三五年 基本上是 那個 這個領域上比較有 很 很 算說非常熱門 非常熱門 那 那我就拿 這個 這個 在 我寫這個slide 大概是我去年的時候 去年 去年年初的時候 OK 我拿 這是一張 大概在去年年初的時候 的一張slide 那給大家看說 你看 從RCN 這個算比較早的 然後你看 有FastRCN 然後再來FastRCN OK 那YOLO第一代 SSD 然後有YOLO第二代 這邊 YOLO第三代 OK 那當然還有YOLO第四代 YOLO第四代事實上是 應該是2020年才有的 因為我拿這個是去年年初的時候 那時候YOLO第四代還沒出來 那 同學可以注意一下 它每一個下面寫的 就是它發表在哪邊 OK OK 這些幾乎青色的都是 First Tier Conference 大家不要覺得說 那個什麼 IEEE Transaction 才是屌 事實上 最難上的 其實是 First Tier Conference OK 才是First Tier Conference 像舉個例子來 包括CVPR NIPS 什麼ECCV ICCV 還有什麼 ICLR 這些都是 我們所謂的 First Tier Conference 超級難上 任何一篇 可以上First Tier Conference 基本上 上Transaction 就像吃青菜豆腐一樣 OK 那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像這種 事實上這種最熱門的領域 他們基本上都懶得發 Journal Paper 他們既然都在發 Conference Paper OK 那 順便跟大家 也題外話講一下 就是說 跨越所有的 那個 資工的領域 OK 現在對公認說 是最好的 所謂的First Tier Conference 是哪一個 就是Vision的領域 CVPR 你看這邊 大概有接近 三分之一的Paper 都在CVPR發 CV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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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一堆啊 一堆啊 OK 所以 所以 真的那個 那個 CVPR是非常非常難上的 CVPR非常非常難上 OK 台灣一年 我知道 我知道說那個 那個 Euro V 好像 不知道 不知道是不是CVPR 應該是啦 但是我意思說說 其實真的 台灣 平均一年有沒有偏CVPR 可能沒有 OK 真的是不容易 OK OK 好 那 講到這邊 大概把那個 Object Detection 講到一個段落 OK 那當然 我們後面還要再講說 Object Detection 衡量它的 這種 這種 Matrix 但是要講 衡量Object Detection 的Matrix 之前 我們必須要先從一些 比較 Bundamental的東西 開始講 就是 那個 因為 要不然的話 他那邊講的那些東西 可能 同學可能沒有什麼概念 其實這些 前面講的這幾個東西 應該 理論上在機器學習裡面 都會講到 OK 像這個所謂的 Precision 跟Record OK Precision跟Record OK Precision定義 Record定義 這個 我就不細講了 或者 那基本上 這個 Record 有時候叫做Sensitivity 那 我這些都是拿來衡量 所謂的Classifiers 衡量Classifiers 那Precision 我舉個例子來講 你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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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說我們要設計一個 那個 一個系統 它幫你 就是那個 路邊 偵測那個 闖紅燈車子 闖紅燈的車子 OK 那它的 Precision 就必須要非常高 它Record Rate的低點沒有關係 OK 什麼意思 Precision非常高 是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說 你抓到的 一定是闖紅燈的人 你抓到的一定是闖紅燈的人 你不會抓到這個 這個人是 它其實不是闖紅燈 被你誤抓的 OK 這個地方 False Passive 就是你誤抓的人 所以呢 你會希望 當你會希望Precision 越高越好 就是你的False Passive 你寧願True Passive的 就不用全部抓到 但是每次抓到 都一定是對的 那你False Passive 希望它越少越好 就不要抓到False Passive OK 那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說 你如果說那個 這種系統你開單出去 給一般的人 馬上被 被那個 立法員幹 搞要死 對不對 這個很顯然是 是不行的 這個是一種應用 OK 另外一種應用是什麼 如果有一家商店跟你講說 你幫我設計一個抓小偷的 那種在出入口 不是它會有 幫你偵測有沒有小偷 對不對 你幫我抓一個 偵測 弄一個抓小偷的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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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好了 那這時候呢 Record就很重要 Sentive 它的那個 Precision 可能就不是那麼重要 為什麼 因為你重要的是什麼 你不能錯過任何一個小偷 對不對 你如果不小心抓錯了小偷 沒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通常都會 旁邊就 比如說你警報響了 通常他就會過來檢查一下 說不好意思 你有什麼 可能是你的那個沒事 什麼有些觸發 對不對 可以檢查一下 通常他旁邊會帶著一個警衛 所以他會檢查一下這個東西 但是他有把 他重點是不要讓任何一個小偷跑走 對 但是就我剛剛講說 闖紅的那個 他如果 他就算是 讓一些人跑掉也沒有關係 有些人跑掉了 那怎麼辦 沒有關係啊 反正他只要抓到人 都是闖紅的東西就好了 對不對 但是那個抓小偷的 剛好是相反 他希望小偷都不要跑掉 對不對 他誤抓沒有關係 誤抓 這個事情告到 比如說上新聞嘛 通常不會 對啊 所以這根據 這其實precision跟recall 它是互相是trail off 你抓太嚴 那你可能 那個precision可能變高 但是你可能會 那個 可能會 就是說 有時候會 就是說那個 應該說你抓 抓的那個 就是抓得很小心的話 那你可能 放掉了 會放掉一些應該要被抓到的人 可是呢 你如果說 你抓得太多 這時候呢 你的precision可能會下降 可是你的recall就會上來 這兩個其實是trail off 這兩個其實是trail off 那 那事實上呢 OK 如果說你希望說 那因為在分類上 因為我剛剛講說 這兩個都可以拿來衡量分類 當然你會根據應用來 去看說哪一個比較重要 但是呢 如果說你希望說 我就做一個model 我希望有一個衡量的標準 那你這個時候呢 可能就會用這個 所謂的F1 score F1 score 它基本上就是這兩個 precision and recall 它的這個harmonic mean 為什麼要用harmonic mean 很簡單 harmonic mean的話 它基本上會選這個 這兩個值比較接近的那個 因為如果某一個比較低 它會傾向比較低的那個 harmonic mean的那個 就是導數的平均再導數 它會 就是比如說 A跟B 如果B比較低 明顯比A低 它那個結果會比較偏向B 所以兩個比較接近的時候 它就會比較 就比較不會特別傾向哪哪哪哪 任何一個嘛 所以這是F1 score的概念 所以 所以一般來講 如果說你希望就用一個來衡量 一個標準來衡量 你的那個collectation的那個model的話 你就用F1 score 那這邊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我剛剛講說 precision and recall 互相之間是一個trail-off 你可以把precision跟recall 把它畫出來 大概長這個樣子 就是recall當中X軸 precision當中Y軸的話 你可以看到說 當你recall變高的時候 precision就下降 當你precision上升的時候 要到很高的時候 recall就降低 OK 那另外一種畫東西叫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這也是用來衡量那個 那個什麼 就是 就是 所謂的classification的那個 Binary classification的這個 這個model的方法 它是畫這個 它不是用precision跟recall 對 recall跟這個 False positive rate False positive rate 就是這個 這個 就是 1-specivity 那 它畫出來大概長這個樣子 所以另外一種做法 所以另外一種做法 也是可以看說 就是說 你可以看說 譬如說 這個這個 你看一個 那個 這個所謂classification的model 它到底 它的這個表現 就是 Binary classification model 表現有多好 你可以看說 在這個 所謂的 ROC curve下面的面積 在這個curve下面的面積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curve下面的面積 最高 就是了不起 這一條是這樣 這個樣子 因為它的x軸 就是從0到1 y軸就是從0到1 所以最大的 這個area就是1 最大的area就是1 所以呢 簡單講 你如果有一個perfect 有個完美的 classification的model 那你的這個 就是我們叫這種 叫area under the curve 或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這個縮寫要AUC 那就perfect classifier 會 have ROC equal to 1 那如果說 你這個classifier 是最爛的 所以是一個random guess 隨機亂猜的 那它那個 area under curve 就是0.5 因為它的結果 會是這一條線 這條對角線 這條對角線當然就是 長層上寬 長層上 應該說底層上高除以2 對啊 就是2分之1 好 那這些 都是 其實都是 都是所謂的 為了要介紹 這一個matrix 來先講的 ok 那前面其實都是從前面的 就是說那個 machine learning的章節裡面來的 ok 那那個 那個 ok 那 事實上呢 衡量 所謂的object detection 用的 那個performance matrix 通常就是用這個 所謂的 mean average precision 當然這聽起來很怪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 mean average precision 欸 mean不就是等於average嗎 average不就是等於 mean嗎 這兩個字不就是重複了嗎 為什麼叫 mean average precision ok 所以這樣要稍微解釋一下 要稍微解釋一下 ok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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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cision recall這個curve 就我剛剛 秀給大家看說這個 trade-off這個地方 ok 就是說你那個 那個 那個 因為 precision跟recall may contain a few section 所以我們知道說 它們之間是trade-off 就是說 就是說 那個 mean 就是precision上升 recall通常下降 recall上升 通常precision下降 但是我這樣講的時候 其實是說 在大的scale上 通常在大的scale上 這句話是對的 但在小的scale 不一定正確 為什麼 我拿這個圖給大家看 你會看到 舉個例子來 在這個地方 在開始這樣 會晃動一些晃動 你可以看到說 在這個地方 從這邊到這邊的時候 你這一段 你的precision recall上升 你的precision也上升 對不對 對不對 就是說 你從大範圍 它是這樣子沒有錯 但是你在這個地方有一些 有一些上下震動的地方 它是會有一些地方 它是 precision跟recall 都可能又同時會上升 對不對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一點 所以說 為什麼這很重要 因為 舉個例子來講 假設你的classifier 有90%的 就has a90%的precision and a10%的recall 但是它在20%的recall的時候 它是96%的precision 那 你就看這兩個case的話 它是沒有trade-off的 對不對 因為 當你把recall移到20%的時候 它事實上它的precision還上升了 對不對 這兩個同時上升啊 那還有什麼trade-off 對不對 那沒有什麼trade-off 所以呢 OK it simply make more sense to use classified as 20%recall OK 就你不會用到那個10%recall 因為10%recall兩個都低啊 你用20%recall兩個都高 你為什麼不用那個 OK You will get both higher recall and higher precision 所以呢 我們 當我們看precision和recall的時候 你不應該是看說 10% 它是多 recall 10% recall 20% recall 20% recall多少 不是這樣看 是這樣看 你應該是這樣看 就是說 就是說 你看 我們應該看的是說 at the maximum precision that the classifier can offer with at least 10%recall 就至少10%recall的時候呢 那你的precision 最高可以多少 就是說 或者我拿這個圖來看 就譬如說 就是說 在這一點 在10%的時候 在這一點以後 at least 10%recall 這邊有沒有任何一點 任何 我找它裡面最高的precision的點 懂我意思嗎 OK 因為它可能有上下震盪嘛 所以我不要找剛好那一點 所以我去找它後面所有的點 裡面最高的那一點 OK 所以我是這樣看的 對不起 這邊 好 所以呢 所以我是這樣看 那你現在看 就是說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 在這一個例子 在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 這兩個case 那就變成說 我們不是90 是96 對不對 因為在20%的時候 它的那個 那個precision是96% OK 然後再來的話 所以說 你可以看這樣子 0% 就 recall至少 0%的時候 它的 precision 最高是多少 recall至少 10%的時候 它的precision 至少多少 那於此類推 一直到100% recall100%的時候 它的precision是多少 那這樣子 總共你可以有11個值 對不對 11個值 把它平均 OK 11個值把它平均 這樣平均下來的 我們叫這樣的值 叫做 average precision 好不好 這樣子叫 average precision OK 所以這個你要先了解 你要了解 mean average precision 之前你先要了解 什麼叫average precision OK Average precision的定義 是這樣定義的 它不是 不是說 這個recall10% 它的precision多少 recall20% precision多少 recall30% precision多少 把這些加起來 那個平均 不是 他是recall0% 至少0%的時候 它最高的precision多少 recall至少10%的時候 它precision最高多少 那這些 把這11個值加起來 做平均 OK 那這個先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叫做 average precision OK 然後我們這邊 因為我們這邊 不是只有一個class 對不對 我們不是只有一個class 對不對 我們這邊討論是 對某一個class 我們做它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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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erage precision 那我們可以對不一樣的class 我們去算它的 average precision 對不對 對不對 假設我們有 就像說我們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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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ro Euro剛剛不是講說 我們每一個框框裡面 可以偵測五種object 那五個object裡面總共有幾種種類 每一個object有20種種類 對不對 所以說呢 那你每一種種類 就可以算一個 average precision出來 然後呢 你再把這些全部加起來 除以20 OK 因為這個是一個平均 然後你再把這個 每一種種類加起來 再做一個平均 所以就兩次平均 對不對 所以它那個結果就是 mean average precision OK 所以現在講到這邊 你們大家了解 什麼叫mean average precision 對不對 那這樣還沒結束 還沒結束 還沒結束 OK 為什麼 我們今天只講 classification的準確度嘛 但是我們在做object detection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還需要考慮什麼 我們還需要考慮 它的bounding box放在哪邊嘛 對不對 我舉個例子來講 假設 照片上 這個image上面有兩個動物 一個狗一個貓好了 結果呢 那個bounding box 框在貓那邊 結果你說我classify出來是一隻狗 那你到底對不對 欸 照片裡面有狗啊 對不對 但是你框出來的 框的地方是貓啊 不是狗啊 所以你天曉得對不對 天曉得 所以你的那個classification的 那個準不準確 還要看你框的地方是哪邊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呢 這邊其實還 故事還沒結束 故事還沒結束 你還需要看說 你的那個 你的那個bounding box 的那個位置 就 所以呢 ok in a object detection system ok 那我們 there's additional level of complexity 就是我們必須要考慮說 這個這個 就是說 它的那個 它有找到correct class 但是它 at the wrong location 那怎麼辦 ok 那所以呢 我們不應該去計算這個是認為是一個正確的prediction嘛 所以呢 一種方法是怎樣 我們定義一個IOU threshold ok 你至少你的那個 框出來的那個地方 它的IOU 就是跟那個真實那個object 它的IOU threshold 要到達一個程度以上 讓我們才去討論它的classification的那個正確性 對不對 ok 所以呢 ok 所以 所以 舉個例子來講我們可以說 0.5 這是IOU threshold 就0.5 就我們可以講說 就是說 MAP at 0.5 就在 IOU是0.5 以上 的情況下 你考慮它的MAP ok 那這個東西呢 其實就是 另外一種寫法是 MAP at 50% 或者說 AP50啦 那這個就是 其實就有一些那個 一個競賽用的 像這個Pascal Vac 這個Charm 這是其中一個那個 那個 那個 object detection比較有名的一個比賽 喔 比賽用的這個 就是用這個 MAP50% ok 那 這個這個在其他一些競賽 像有另外一個競賽叫 COCO COCO 這個computation 這也是一個很有名的 object detection的一個競賽 那他們用的更複雜 他們是這樣子 他們MAP 他會去計算什麼 譬如說 他會計算說 在0.5的時候 MAP是多少 在0.55的時候 MAP是多少 0.60 MAP是多少 0.1到0.95 把自己全部算出來以後呢 再除一次 再平均一次 ok 然後去看說 誰比較高 ok 再去看誰比較高 所以 嚴格講起來 它是一個 mean mean average 對不對 那因為有三個 average 對啊 但是當然這個 當然是開玩笑的啦 那重點就是說 那個 這個是 這個是看你的那個競賽的那個 評分標準而定 就像我剛剛講說 基本上 MAP 這個概念主要是用來去 評斷 那個 object detection常用的一個機制 你們在看那個 object detection的paper的時候 他後面 一定會有一個 他在跟別的方法做比較的時候 一定會有一個 Colens寫的MAP add多少% ok 這個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當然你看這個東西 你要知道它值是什麼東西 對 所以這個是這樣子的東西 好 那我們講到這裡 我們先休息一下好不好 那我們這張快講完了 講完了以後 我們應該會花一點時間講那個 那個RN那邊 可以 先休息一下 ok 那接下來要討論的那個 最後一個那個 一部分是跟那個semantic segmentation有關 其實大家都知道那個segmentation 是什麼東西 我們在前面就 秀給大家看這個圖了 所以 基本上就是說對pixel level的這個 這個分類這樣子 那 注意一下這邊就是說 如果說你是 像這個有很多個bike 放在一起 它就一整坨都是這個 這個這個 它不會一塊一塊 不會一個bike一個bike分開來 類似像這樣子 OK 那 那個 所以 這個這個這個 那 做這件事情比較麻煩的 困 比較大的困難是說 因為CNN喔 那個前面通常你在做那個 那個像 用convolution layer啊 或者說用那個pulling layer 都是在做我們所謂的subsampling 就是你的那個image喔 會越變越小 當然它的那個 facial map會越變越多啦 但是呢 OK 因為它facial map越變越小 它到最後呢 就是說這個 它會慢慢失去這個 special resolution OK 那 然後到最後的話 它可能就 它可以分 它知道說 它的那個 那個 譬如說 左下方有一個 這個 有一個人喔 在那邊 但是呢 它不能夠知道說 它那個人的 確切位置 因為它的那個 resolution被降得太低喔 那 這個這個這個 那 有很多 這樣那個segmentation segmentation 其實也有很多這個 方法去做喔 那去解決這個 這個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 special resolution 這個問題喔 那 有一些是比較複雜 那這邊的話 就比較簡單的做法是說 在2015年的一篇paper 提出來就是說 就是這個 這個 就是說 它 就是 簡單講就是說 他們用這個 pre-trained CNN 然後再 turn it into FCN 那這個是 那時候就是 我前面有講過就是 就是 FCN 被提出來的那篇paper 它其實是 去解決那個 segmentation的問題的 那 那CN呢 他apply overall stride of 32 就是他簡單把原來的那個 那個 那個 image的大小 縮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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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每一個dimension 寬跟它的高喔 都除以32喔 那 這個當然是到最後 它這個 這個fissure map 它的fissure map就變很小喔 很小 但是呢 這個 這麼小的情況下面 它很難去做 所謂的segmentation 所以他們 在這個paper上 他們也用了一個東西 就 用一個概念叫做 這個 Upsampling layer Upsampling layer 想辦法去把這個resolution 把它recover回來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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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回原來的大小 OK 那 好 那怎麼樣做這個Upsampling OK 那當然也有很多種做法 OK 簡單講 最簡單的做法是怎樣 就是Bilinear Interpolation 就是說 比如說 舉個例子來講 你原來每個pixel 就已經縮到很小了嘛 那你 那你就是很簡單 你把每個pixel把它拉開來 拉開來 就是它的長根 它的那個 這個每一個dimension 都把它拉開來 譬如說 每個pixel之間 我們插 隨便講 插兩個pixel進去 或插四個pixel進去 之類的 然後我們再 再用那個 就是 就是線性內插嘛 把它插 就是就可以把它填出來 對不對 填完了這個pixel 跟pixel之間的 就好像 格子都填好了 對不對 再填格子裡面的 就是 再內插一次 所以 它是叫做 叫做 這個bilear 這個interpolation OK 那這種做法 如果說你是把它放大 把你這個pixel 這個picture 那個image要放大四倍 八倍 這個都還不會太難 就是它做出來的效果都還 還OK 但是當你要把它放到八倍以上的時候 那種bilear interpolation 就可能不是一個很好的做法 它結果就可能不太好 那你要放到更大的話呢 其實通常是用這個叫 transposed convolutional layer OK transposed通常是指的是反 OK 反 convolutional layer 什麼意思呢 就是 有點像說你一開始把它 image把它stretch 然後再insert empty row跟column OK 那這些都是0 然後再perform 這個regular convolutional OK 那 這個有點像是 這個 就有些人把它叫做這個 它 就是 就叫它是一個regular convolutional layer 但是呢 你用的是一個fraction stride 就是說 你不是用那個 以前我們用 stride都是什麼 1啊 或者2啊 對不對 那現在你可以用什麼 二分之一 OK 就類似像這樣的概念 OK 那我們看一下一個例子 看一下一個例子 就像 原來的大小 原來的這個 它這個大小已經縮成這樣子了 就是2乘3 那你現在你把它 可以把它拉寬 拉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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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填0 這些灰色都是0 都是0 然後呢 那 這個是stride是2 就是你等於說 你中間填一個0 OK 就兩個 原來是相隔 是 是 是相鄰的 現在你把它相鄰變成2 相鄰的變成 距離是兩個單位 那但是呢 然後你接下來你用這個 這3乘3的這個kernel 用3乘3的kernel 去把這個東西填出來 OK 那這個當然有一個 這個就像一般的這個 你會有這個kernel的這個 它的這個weight OK 去把它加起來 然後去填這個值 OK 這樣子填填填填上去 那 那 在這種情況 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2乘3 經過這樣的處理以後 它變成5乘7 那stride的2 它大概會被寬跟高 都會被放大兩倍 那至於說 你看這個2變5 3變7 它不是exactly兩倍 那是為什麼 那是因為說 你現在是33的kernel 那如果說你是2乘2的kernel 它就剛好是4乘6 4乘6 那這個東西是因為 你的kernel的size比較大 kernel size比較大 那 從一個比較大的方形 就平均來講 就是你的stride 看你stride把它拉寬多大 拉寬越大 它變大的 大概就是這個stride的倍數 大概是這個樣子 OK 那 那 kernel可能會 加1加2 但是不會跟那個 它的倍數差太多之類的 那 那因為你是用這個kernel去做這個 把這個平均啊 什麼東西 把這個weighted算出來的 所以這個東西呢 它其實 就是說 這些weight都是 到時候可以學到的嘛 就是你可以在trade的時候學到的 所以理論上它可以做得比較好一些 比那個binary 這個bilinear interpolation 會做得好一些 會做得好一些 就是 那在那個tensorFlow 那個 對不起 在keras裡面呢 你就用這個conv2dtranspose 這個 這個 這個指令就可以 就可以create這樣的layer OK 其實還蠻方便的 但是呢 雖然說 這個可以做 我們所謂的up sampling OK 但是呢 還是當你要去把 就像我剛剛講說 你下降都32倍了 那你要從那個 這麼小的把它recover回去原來的 那其實還是很困難 你用這個transport convolutional layer 它會做得 雖然比 所謂的 這個linear interpolation 會好 但是呢 也了不起好的 成2倍啊 成4倍啊 成8倍啊 你不太可能期待說它可以做到 真的說什麼 成16倍啊 什麼東西 這個不太可能 所以你除了這個東西可以用 你還有一個東西可以用什麼 你可以用這個skip connection 那skip connection是什麼意思呢 OK 簡單講就是像這樣子的東西 OK 我們知道說我們一開始image進來 對不對 一開始image進來 假設原來很大 經過說說說說說 說到這邊變這樣子 再說變這樣子 然後到這邊的以後呢 我們做到一些事情以後 這邊當然的fissure map很多啦 但是重點不是fissure map的個數 重點是我們在這邊 需要把它image 它的resolution recover回來 從這邊到這邊 就是一個所謂的 transpose convolutional layer的概念 兩倍喔 這個很簡單 這個不算太難 很容易可以做到 但是呢 從這邊要到這邊是16倍喔 你沒有辦法直接跳一個說 transpose convolutional layer 可以直接做到16倍 效果還是不夠那麼好 那你要怎麼辦 就是你這邊可以拿以前的 在這個跟這個一樣大的 的fissure map 在前面的 你可以給從這個 做這個skip connection過來 直到這邊來 把這邊的output 直接放到這邊來 然後跟這個把它組合起來 然後在這邊再去做這個 這個 supersampling 那你這樣子就會有比較 這個up sampling 這樣子就會有比較多的訊息喔 就不是只是看這邊的訊息 而是你這邊還有這個 前面這個fissure map的訊息 那這樣子 你去recow原來的image 就比較有 效果就會比較好很多 那這個是 怎麼用skip connection 去做這個upsampling的概念 OK 簡單講是這樣子 那 所以 那 還是一句老話 就是說 在那個 semantic segmentation上面 也有很多的github的實作的這種project在上面 那但是呢 大多在作者寫這本教科書的時候 都是所謂tensorflow 1.0版本的 那現在應該有比較多的 那個tensorflow 2.0版本 或者說Keras啊 這種implementation 那 那個 就是 這個 嗯 嗯 就說像 還有 就說譬如說有一個 Tensorflow model project OK 在這裡面喔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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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有這個 instance segmentation model OK pre-trained instance segmentation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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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el 什麼叫instance segmentation 那 這跟semantic segmentation有什麼不一樣 OK 那差別在說 instance segmentation 它 在你那個 像我剛剛講不是那些 那些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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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踏車都會一坨嗎 全部都混在一起 但是在instance segmentation的時候 它每一輛腳踏車 它還是會分開來 OK 雖然它都知道它是每一輛 是不一樣 它雖然知道它都是腳踏車 但是它會知道它是不一樣的腳踏車 同樣道理喔 它這邊也有不一樣的人 它這邊也有不一樣的人 這邊也有不一樣的 building 之類的 這邊也有不一樣的車 OK 這叫instance segmentation OK 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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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 在這種東西 它的Model在這個 TensorFlow的Model Project裡面也有 然後呢 就是說這個這個這個 嗯 現在 這個Mask RCNN Architecture 那它是2011年的一篇Paper提出來的 它就是 它extend這個Faster RCNN的Model 然後把這個 把這個 produce picture mask for each bounding box 所以說 它是每一個 bounding box 它可以output 在那個bounding box裡面的那個 object 它把那個 object整個把它挖出來 所以說 它把那個 object整個把它挖出來 OK 它的框給你 這樣子 那 所以 not only you get a bounding box around the project 就 around each object 它還有可以得到說 這個 a set of estimated class properties but you also get a pixel mask 就是那個 那個pixel 長什麼樣子 那個 那個object在裡面長什麼樣子 OK 在這個 這個bounding box裡面 OK 所以這個是一個 呃 蠻 很好的一個 一個 一個model 如果你要做一些 特別的應用的話 說不定這個是可以拿來用的 OK 那 嗯 好 那 這一張slide 基本上是這個 這一張的最後一張slide 那 就是 這邊 在講一些 TensorFlow的這個 convolutional operations OK 有一些 support的 一些 一些那個 operation 像是 那個 這個 做出來說 給one dimensional的 這個convolutional layer OK 那這樣這種東西是來 譬如說 舉個例子來做這個 time series 的這個tags 那個datatype 是很有用的 舉個例子來講 像 這個 這個 你要處理像 這個tags 就是文字 或者說 你要處理那個 那個 所謂譬如說 聲音好了 因為聲音 它雖然說是 音波 但是你也可以把它 把它 把它convert成 一些數字 就one dimensional的 數字 來做 這個其實在我們下 這些都是所謂的 是time series的 這個資料 包括tags 包括 聲音的資訊 這個我們在下一張 我們會 我們會有一個 會講到這個 WaveNet 會講到這個例子 OK 那chaos.layers.conf3d 它是給這個 3-dimensional的 這個資料機 來 來做這個 處理三維的資料機 那什麼樣的資料機 是三維的 舉個例子來講 像這個 所謂3d path scan 什麼叫 path scan 就是你去那個 醫院 有時候它會幫你做 那個 那個 斷層掃描 OK 斷層掃描 它會把你這個 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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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都切出來 那它整個model 是一個3d的一個model OK 那這個時候 你要處理這樣子的資料 因為它本身這個資料 是三維的 所以它放在 用這個 Comp3d是很適合的 OK 然後再來的話 是這個 再來有一個 dilation rate 這個東西 這個是一個參數 是一個hyperparameter 那這個是拿來去 去做這個 把這個 把這個 你的這個 把你的這個 把你的這個 這個 input 把它拉寬 把它拉寬的時候用的 OK 舉個例子來講 OK 這個 就是說 create這個 an atrous convolutional layer 什麼叫atrous 這個 我不知道發音正不正確 這個atrous 這個其實是一個法文 所以說 這個法文代表的意思 with holes OK 那這個 我講個例子 比較簡單 就譬如說它是一個 1乘3的 這個 如果說你有一個 1乘3的filter 像這個123 那你可以 用這個 dilation rate 譬如說你用它 變成這個 這個 這個filter 這個100 然後這個 這個rate of 4 這個dilation rate of 4 代表說 你這個 你這個123會被拉寬 所以1跟2 2跟3之間會 插入一些0 OK 讓它們之間的距離是4 所以這邊1跟2之間 差三個0 那2跟3之間也差了三個0 類似像這種東西 那這個東西 在什麼地方會用到 我們後面下一張 講那個WaveNet的時候 就會用到這個東西 那 這個 所以 所以現在 講這個 先跟大家講一下 有這個 有這個hyperparameter 可以去做一些 這個 the input的伸縮 的這種東西 那最後是一個 tf.nn.depth-wise conv2d 這個是一個 來去實作 這個depth-wise convolutional layer 的這個 這個operation 這個其實前面有講 depth-wise convolutional layer 這個東西大家 這個東西先講 它不是 它是一個 native 它是 tensorFlow native的這個code 它不是 Keras support的 你看它這個 整個 這個 path你就知道 然後 它這個 variable 你多少自己去處理 然後 它apply every filter to every individual input channel 所以說 假設你的 有fn 個filter 那你有fn' 這個input channel 那它會有 多少個feature map 呢 它會有fn乘上fn' 這麼多個feature map 所以這個是跟 其他那個 所謂的一般的convolutional 那個layer 少來不太一樣的地方 ok 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這一張就正式告一段落 ok 這邊有沒有問題 ok 那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就 繼續下一張 理論上 現在幾點 8分 8分 好 我們不會講太多啦 我們大概講 大概十幾張slide 就差不多 介紹 簡單介紹一下 ok 就是 欸 對啊 sequential ok sequences 這個using rnn 跟cnn 其實最主要是講rnn 但最後一個例子 在這一張最後例子 其實是一個cnn的例子 那 基本上 我們 這邊這一張主要的要討論的 這個是一個 有點像預測 或者叫做 你可以講說是anticipation 英文叫anticipation 就是 簡單講是一個 就是預測 舉個例子來講說 你知道說那個 大家都打過球嘛 就是棒球 比如說那個 你如果是外野手 那人家 那個揮棒 ok 敲出來一支 那個 那個 一個高飛球 那通常你如果是外野手 你就會 敲出來就開始跑 對不對 你會敲出來以後 你會先預測它落在哪邊 你再往那個方向跑嗎 不會嘛 其實你 它一敲出來你就會先去跑 但是你先去跑的時候 你一邊跑一邊看那個球的 的那個飛行軌跡對不對 那你其實 你在跑的時候 你其實會調整你的速度 跟你的那個方向 對不對 去想辦法讓你的 最後面的到達的地方 跟那個球落下來的地方 是差不多的 你才能接得到嘛 對不對 那你怎麼會有這個能力 這個能力其實與生俱來的 ok 與生俱來的 ok 我舉個例子來講 像 大家如果說跟你有很好的朋友 ok 有些好朋友 你在他聊天的時候 那有時候 你朋友在講一句話 他還沒講完 你就可以幫他完成那句句子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常常見到 你又不是他 你怎麼知道他在講什麼 為什麼 其實就是一種 我們這英文叫 anticipation 就是其實就是 你可以 你可以 猜到他下面會發生什麼 ok anticipation 那另外一個例子就是說 那個 在歐美通常是講說 你看到早餐喔 你就會 好像聞到咖啡的香味這樣子 這個在 台灣可能並不那麼 我不知道啦 大家在台灣有這麼的 常常吃 那個 喝咖啡吃早餐嗎 我不確定啦 那至少我是比較不吃早餐的 我沒有說 看到早餐會想到咖啡 但是 大家都知道這個成語叫 萬眉止渴對不對 你萬眉為什麼要止渴 為什麼會流口水 我的意思是說 你根本還沒吃到 那個酸梅啊 那你為什麼會開始流口水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 anticipation 就是說你其實會 會 心裡面會預先 好像 好像先為那個東西 做一個反應這樣子 ok 那這個東西 其實 就某種角度上 就是一種 一種預測 就是一種預測 ok 就是一種預測 那我們這一章會討論就是說 這個CNN RN 對不起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ok 它基本上就是can predict the future ok 當然到一個certain point 不是那麼神奇啦 就是說什麼都可以預測 ok 當然有一定的準度 有一定的範疇 ok 不是那麼那麼那麼 我們畢竟不是神 ok 那他們可以拿來分析 比如說time series data 比如說stock prices 現在台灣大家都炒股票嘛 上個禮拜大家認為說 一片繁榮對不對 這禮拜大家都一片悲哀這樣子 對不對 那這個 其實我自己的實驗室 我就有兩個專班的學生 就是 因為他們的工作就是跟股票有關啦 所以他們到時候他們後來寫的那個 那個 畢業的那個論文就是跟股票有關 就是去 去 用RN 主要就是用RN的概念去預測股 就是股票啊 這種期貨這種東西 ok 那 效果都還不錯 ok 那再來還有什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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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動駕駛系統 ok 它可以 anticipate car trajectory and help avoid 這個accident 就避免這個 這個 車子發生這個 那個 車禍 其實 就像我前面有講說 我們的第三個 那個project 就是 就是 我在那個計畫 那個project裡面 我就是希望你們去預測 車子的 行進軌跡 預測車子的行進軌跡 預測車子的行進軌跡 ok 那 再來說他們可以 work on sequences of arbitrary length 就是你可以 input可以是任何的長度 像 就是到目前為止 我們現在講到的所有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那個 網路啊這些東西 包括 MLP 包括CNN 喔 某種角度上來講 他們都是 就是說這個 です 但是 RNN它可以處理 就是說這個 這個 所謂的這個 variable size input ok 像它可以take sentences 句子 句子都不會是 一個固定的input size 還有Document 文件 或者Audio samples 這些都不是固定長度的 OK Making them extremely useful for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ok 那 事實上Nature Language Processing是這個課本的下一張 但我們其實不會cover到這一張 同學有興趣的可以自己看 或是你們可以去找蔡宗翰老師 他們會上這個東西 NLP有很多的問題 譬如像這種翻譯、Speech to Text 這些東西都是NLP常常用來處理 常常在處理的事情 這些它的Input都是像Text 像Audio Sample這些東西 所以說它們都是Variable Size 這一張我們會先開始看一些 基本RN的基本的這些概念 譬如說RN它的組成的基本成分 我們會又去討論怎麼樣去訓練 這樣子的網路 就是說這個 我們講說Propagation Through Time 以前沒有Through Time這個概念 現在我們有 在這個RN裡面會討論到這個東西 我們會用這個RN去Forecast Time Series 我們要處理這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說Unstable Gradient 就是說你會發覺RN的網路 相對起來是比較不容易收斂的 我們前面其實有講到 去處理這種Unstable Gradient的時候 最好用的一個是 所謂的Batch Normalization 但是在RN裡面通常不用Batch Normalization 我們用的是所謂的 Recurrent Layer Normalization 它的效果跟Batch Normalization有一點像 我們到時候會講到這個東西 我們會也會有這個 像前面我們有講到Dropout 對不對 我們這邊也有Recurrent Dropout Recurrent Dropout 跟一般的Dropout也少來不太一樣 OK 所以我們這邊會講到這些東西 還有呢 就這兩個當然是處理 讓這個Model收斂的更好 OK 那再來是說 就是說你的那個 RN常常也會有一個問題 叫做Shortened Memory的問題 Shortened Memory 就是幫你處理這種長的Sequence的時候 它理論上它會 它會從這整個Sequence去做一些預測 但是你會發覺說 有一些比較長的Sequence 它在前面Input的一些東西 它在後面一段時間的時候 它開始會 那些前面的Input 可能就會開始會 會慢慢的消失 它會 它不會記得 一開始那個東西 那這要怎麼樣處理 那一般來講 我們是用比較複雜的 這個 這個 Memory Cell 用比較複雜的Memory Cell 或者說叫Neuron Cell OK Neuron 去處理它 那我們就會介紹 LSTM跟GRU Cell OK 那這個可以處理 所謂的Memory Loss 這個Problem OK 那 那 那事實上呢 RN不是 不是只有RN可以處理這個 這個Sequential Data 事實上對這個 比較短的Sequence 那Regular Dance Network 也可以處理它 OK 那 但是對比較長的Sequence 譬如說像 Audio Samples 或者Tags OK 你會發覺說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其實也可以處理很長的Sequence 這也是為什麼我剛剛講說 這一張的後面最後一個例子 就是 是這個 這個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我們事實上在這一張最後面會介紹一個叫 Wave Net 的一個 一個Model 這個就是來處理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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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基本上是一個CNN架構 它有這個 可以處理 Tens of thousands of time steps 所以它是很powerful的 OK 那 在第十六章 我們會去 就是討論說 RN怎麼用它來做NLP這些東西 那這一張我們其實不會討論 所以就跟我跳過 OK 那 好 那一開始 現在要討論就是說 這個 就是 就是 在這個 RN裡面用的 這個 neuron RN裡面用的 neuron跟一般的 neuron少了不一樣 以前的我們用到的 neuron基本上都是 所謂叫 Feed Forward Neural Network 基本上就是說 你從最下面 Input Layer 讀進來 一直往上走 到Output Layer 對不對 那這種我們叫 Feed Forward Neural Network 但是呢 RN不一樣 RN會有 這裡面 前面我們講過 唯一一個特例是 那個 所謂的 這個 這個 Boseman Machine OK Boseman Machine 我們雖然有講到這個名字 但我們事實上沒有去講這個東西 這個Boseman Machine 其實它不是 Feed Forward Neural Network 但是 在有一段時間 其實Boseman Machine 還蠻popular 但是 後來就 大家都發覺說 其實 其實不需要用到它 其實 Auto Encoder 處理得更好 所以現在基本上 沒有人在用Boseman Machine 你們如果有興趣 你們去看一下 Appendix E 去看什麼叫Boseman Machine 去看什麼叫Boseman Machine 那 那 那 在那個 Recurred Neural Network裡面 它的這個 它是 就是說 Looks very much like a Feed Forward Neural Network 它很像 但是呢 它有一個connection pointing backward 就是它有一個 feedback的一個機制 有一個feedback的機制 那就是因為這個feedback機制呢 所以它就不算是一個簡單的 所謂的 Feed Forward Neural Network OK 那我們先看一下 比較簡單的 這個 最簡單的這個 這個rn 它當然就是一個neuron OK 它receiving input producing output 然後這同樣的output 又會被send back 這個to itself 就是像這樣子 你有個x input 然後這個經過這個 然後做一個 當然還是有activation function 然後會有一個output output叫y OK 然後這個y同時 這個output也會被feedback回來到這邊 那當然這個feedback 不會是同個時間發生的 它其實是一個 你必須要用時間來看 所以你可以把它按照時間去展開來 OK 那也就是說 你可以看 譬如說在時間點t的時候 它會收到一個input 然後呢 它會從前面一個時間點t- in-1 收到前面那個output 對不起 前面那個output 所以它會拿到xt這個input 跟前面時間的output 然後呢 在這邊把它經過一個加總 當然是weighted sum 然後再經過advation function 然後呢 再output出去 這個output同時又會再被feedback 到它下一個timestamp OK 那這個東西當然也可以回去回溯 這樣子 所以它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機制 OK 它是一個這樣的機制 這種 OK 這左邊就是一個 如果說你就是把它畫一個東西出來 它就長這樣 但是如果說你把它展開來 用時間把它展開來 我們叫這個叫on road through time OK 它其實是變成會像這樣的東西 OK 所以這就是一個neuron OK 是長這個樣子 那它是運作是這樣子的 OK 那當然你可以有 就是說你一層 你一個layer 你可以有不只一個neuron 對不對 剛剛講的是 我們現在就只有一個neuron 但是通常一層會有不只一個neuron 那你有不只一個neuron的時候呢 那就是長得像這個樣子 像這個樣子 OK 你還是有x OK 然後這個x現在 因為它是不只一個neuron 所以它這是一個vector x現在是一個vector 然後經過這些neuron OK 跟它前面一個的這個feedback OK 這個feedback 前面一個timestamp的feedback 也是一個vector 然後經過這個處理完了以後 然後會變成下一個timestamp的y 然後它會再被output出來 也會再被feedback 那這個東西 這裡面是一個 1 2 3 4 5 5個 這個layer有5個 這個recurrent neuron OK 那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可以 我們如果把這一層 unroad through time的話 它大概長這樣子 那這邊 剛剛忘了提一點就是說 那當然你的一開始 就在t等於0的時候 t等於0 你說t等於0的時候 怎麼沒有這個feedback 因為t等於0的時候 前面還沒有開始嘛 所以說我們其實沒有feedback 沒有feedback 就是它的那個 前面的timestamp進來的那個 就是我們假設它是0 它的這個vector是0 好不好 OK 那如果說你把這個 把它表示成這個formular的話 它其實長這個樣子 長這個樣子 OK x x是一個vector 就像我剛剛講的 那你有對應它這個input 這個weight的這個vector OK 那基本上是一個inner product OK 那得到的結果 然後再來就是yt-1 它也是一個vector OK 乘上wy wy也是一個weight vector 跟這個做inner product 那這會得到一個值 這會得到一個值 把它加起來了以後 OK 加上bias 然後經過attivation function 那這個attivation function呢 可以是re-root 可以是hypertension OK 在那個rn裡面 hypertension用的比例會稍微高一些 相對起別種的網路來講 OK 就rn用hypertension的比例會高一些 但是re-root還是會常常會看到 OK 那你apply這個以後 你就會拿到它的output 大概是這個樣子 OK 那 當然 你 這個是一層嘛 那 針對一個input 當然我們也可以是一個batch的input 對不對 你也可以是一個batch的input 對不對 那你是一個batch的input的時候呢 那這時候你的x喔 你的x就會是一個 就會是一個 一個 matrix 你的wx跟wy也就變成matrix 相對應變成matrix 然後呢就是變成說matrix相乘 然後加b啊這個 這其實都就是 只不過跟前緣原來是vector 原來是vector 現在就變成matrix 因為你不再是只有一個instance 你是一個mini-batch 你有很多個instance OK 所以就是像這樣子 那你可以把它寫成這個 用這個 這個 matrix的方法寫得比較漂亮 就是xt yt-1 這是matrix 你只把它寫 因為它的rall的數量會一樣 所以你可以把它橫著 把它放在一起 那這邊 因為wx跟wy 它們的column的個數一樣 所以你可以把它寫成w 會等於這個樣子 因為它們的column個數一樣 所以你可以把它疊起來 OK 那是這個東西 dat這個w加上b 這樣子 就是這個 就是如果你是處理一個batch 那就是它的format大概這個樣子 OK 那在這邊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 你可以看到說 yt基本上是xt 跟yt-1的一個function 對不對 它的input是這個 然後你拿到yt 但是yt-1 又是xt-1跟yt-2的一個結果 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一直往回推 你看yt-2又會是xt-2跟yt-3的 所以你到時候一直往前面找 找找找找找 你就會發覺說 你這個yt其實是一個 從x0 x1 x2 一直到xt的整個 都會影響到yt OK 或者你可以講說yt其實是 它的參數是x0一直到xt OK 那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講rn是有memory的 就是概念上rn是有memory的 因為你可以看到說 你在時間等於t的時候的output 會跟從第一個 對時間是0的input 一直到時間是1的input 時間是2的input 一直到時間是t的input 都有關聯性 不是只針對 只會對前面幾個input有關係而已 它是對一直到前面 時間是t等於0的時候的input 都有關聯性 OK 就概念上是這樣子 OK 那再來的話 就是說many researchers 就通常在rn會傾向比較喜歡用hypertension OK 這個 但是就是說reloot還是常常看到 reloot還是常常看到 那大概到這邊好不好 我們今天先講到這邊 我們後面再繼續討論 好不好 下禮拜再從這邊開始 時間上現在幾點 28分 28分也差不多了 OK 我這邊寫30分 我這邊寫10分 對 差不多了28 OK 好 那我們就先到這邊好不好 我們這一個章節 事實上只有70張slide 我們現在已經11張slide 所以理論上我們就像我剛剛前面講的 我們大概一堂半的課 就可以把剩下的講完了 OK 所以如果說沒有什麼意外的話 我應該是下一堂再下一堂 然後第三堂可能會請假去開刀 先跟大家講一聲好不好 OK 那就先這樣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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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